那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未来记忆的讲座 我们这个未来记忆的系列讲座呢 是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的一个 旨在为青年学者提供一个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 能够顺畅交流的这么一个空间 也希望为一个未来的正在形成的学术共同体讲座的这个主持人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呢 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座已经办了有两年了吧 但是今天这个讲座应该是我们这个学期的第一次活动 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文贤庆老师来做我们这一讲的这个主讲人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主讲人和我们的评议人 主讲人我们的文贤庆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 现在在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及道德文化研究院任副教授 文老师呢之前曾经在牛津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有过访学的经历 然后他的这个主要研究兴趣方向是原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 尤其是我们今天也可以在讲座中听到就是关于道德规范性的这些讨论 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讨论以及美德伦理学的内容 那我们的评议人詹颖音老师呢同样是来自于清华大学哲学系 那么他现在在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任教 之前呢也曾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访学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是美德伦理学和康德的道德哲学 那么我们今天讲座的这个题目呢是源于自由意志的道德规范性 文老师其实跟我们高研院也是渊源颇深 虽然我个人是前不久才有幸结识了文老师 然后今天的这个讲座内容呢也是我之前有幸这个听文老师讲过一遍 所以也非常的期待 因为就是文老师的这个讲座风格啊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这个不是不是对于他研究内容的一个简单的呈现 而是一个不断的引人深入的一个推理和思考的过程 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参与到这个讲座中来 然后和文老师一起就如何从自由意志推出道德规范性的这个问题展开一系列的思考 那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交给我们的文老师 时间呢就是您自己控制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平易的环节 然后在平易之后呢 大家可以有可以有一个提问和自由讨论的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今天的人其实也蛮多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提问的话 可以在这个聊天里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或者是发给发给我就发给主持人 然后由我来向向主讲人提问 那我们就开始吧 就请文老师这个共享一下PPT 这个感谢吴老师哈 我先共享一下PPT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叫做 源于自由意志的道德规范性 那我的报告主要分为这么四个方面 主旨部分有三个方面 然后包括一个以年 那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 我就不念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为什么我最初要写这个文章 文章的原因是因为刚才吴老师已经介绍了 就是我从博士以来一直就比较关注 这一个道德规范性的问题 因为正如在道德规范性的来源这本书里面 Cosca和给他写导演的阿尼尔都说 规范性在人类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对吧 那么很自然的一个方案就是 它到底来自于哪里 那么我们往回去看 其实就会说 对吧 在人类的历史上 我们从道德哲学史的角度会说 我们道德来自于天 来自于对吧 神秘的力量 当然在西方很熟的 来自于上帝 对吧 但是我们说到了近代以来 尤其是当我们凸显人的自由的面向以来 我们越来越不满意 把我们对于自己的道德的规范 放在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东西 或是存在的身上 所以自然而然 从人自己的身上去寻找这一个 道德的来源就成为了一个关键 但问题在于 从自己的身上去寻找一个来源 其实在我看来 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就在于 你说你自己作为一个东西的规范 怎么可能同时又是变成和你具有同样的 思想的存在者的共同的规范呢 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 对于我们道德哲学 对于道德的本源 只要一个根本的问题的探讨 就是对吧 如果你说一个东西来自于一个具有主体性的 具有自由意志的 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 那这样一个东西 怎么可能把仅仅对于你自己 是自己的一个自由的规范 同时也变成是其他所有人共同的规范呢 其实这是一个一直可以持续发问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只是试图尝试 从一个角度来去谈论这个问题 那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的原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在现代西方论理学的这样一个探讨中 已经有很充分的探讨 但是在意志主义发展之前 也就是说在Cosca的 以及我今天谈的另外一个人叫Ruth Chan 张美露 把意志主义发扬光大之前 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外在主义者 一个是内在主义者 那么外在主义者认为 规范性来源于一些不可还原的规范性事实 我们有关这些事实的一个考虑 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理由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有意思 我们本来是谈论的是道德规范性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变成了理由 那么这其实会牵涉到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但在这里我没有处理 就是说现在在道德哲学里面 谈论规范性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会说理由 当然包括其他的一些基本概念 比如说应当 对吧 正当权利等等 变成了他的典型的代名词 那么在长期的探讨过程之中 在现代英美的这个主流里面 从理由的角度来探讨规范性 是一个比较主流的做法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形成了一个叫做外在主义者的 这样一个学派 那他们认为规范性对吧 那就是为我们自己去做事情提供 对吧 某种说的过去的权威力量 或者是什么东西 那这里有的是对吧 提供了某种理由 那么他们认为这个理由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一些不可还原的规范性事实 对吧 比如说上次我举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还是比较习惯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一个 各自的空间里面 对不对 那么假设在我们各自所在的这个空间里面 比如说你在教室 在家里或者在哪里也好 对吧 假设下面有一个炸弹 然后按照你现在所学所知 你知道这个炸弹 然后产生的爆炸的威力足以摧毁你所在的这个空间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说 这样一个炸弹在这里足以摧毁这栋楼 并且这栋楼的倒塌 会至少导致你受伤或者是死亡 这样一个事实 构成了你赶紧跑出这栋楼的一个理由 那在这个意义上 所以说有一个炸弹足以摧毁你所在的空间 给了你一个赶紧跑出你所在的这个空间的一个行动的理由 这个是外在主义者提供的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他认为存在着客观性或者是叫做规范性的事实 那与之相对立的是一个叫做内在主义者的流派 那他们认为规范性其实来源于我们的内在精神状态 尤其是那些被动相关的欲求和倾向 那这话是什么意思 还是以刚才这个例子来说明 对吧 是下面有一个炸弹 我也知道这个炸弹足以摧毁这个房子 并且这个房子要倒塌也足以让我受重伤或者是死亡 但是我说I don't care 对吧 我就想死 或者是说我就觉得我可以挑战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是谁 对吧 但如果你说你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 那我们就不管了 因为不存在理由的问题 但如果说你觉得你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那取决于一个根本的东西 我想活下去有一个这样的欲望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欲望 就像你说的你告诉我了那样一个事情 然后有了一个因果的关系 对不对 那如果我不想活呢 对不对 这难道依然还构成我要跑出去 这个空间的一个理由吗 所以在内在主义上其实根本上构成我行动的规范不在于外在的那个规范性事实 而在于我内在的一个欲求的心理状态 OK 那这个 这两者是对于规范性问题 最近其实是这样的比较具有典型代表的两种理论 但是 在这两者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不论是外在主义者还是内在主义者 按照我刚才说的最初来自于规范性问题的来源来看 就是说会回到一个有自由意志 有自我意识的人的身上去提供 对吧 自己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行动的思考的话 觉得总是不够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总会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行动的主体 本身那种独特性那种价值还没有出来 因此当后面Cosca的 然后对吧 在九六年 然后做了那个规范性的来源讲座 然后提出意志主义之后 我后面看到 当我看到已经很晚了 都到了0708年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 这是我想要的东西 因为 接受了现代性的一个思考 对吧 我们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 有自由意志的 尤其是能力学的 总会觉得应该从我们作为一个自由的 个体的角度去寻找 对吧 对于我们的规范 那我就会觉得 哎 意志主义这个东西 是我想要的 那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接下来会 马上看 那么在这里 我想说的是 意志主义从一个总体的观点来说的是 他认为我们的意愿活动 是我们为自己寻找到的那个规范性的理由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现在就是我们要来看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展开 好 那刚才是从那个影子的角度 谈到的对于规范性来源 三种不同的进度 但是作为一个学底 当我们把我们仅仅个人的兴趣 转变为我们的学术兴趣的时候 那我们会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挑刺 对不对 我们说那别人已经做了这个东西 你不接受这个 你要选择某一个 换说你要创造一个新的 给我一个理由 对吧 又来了一个理由 给我一个规范性 对吧 那原因 从学理的角度来说 至少是因为我刚才 我在这个屏幕里面给大家分享的 从外在主义的角度来说 它面临一个说明性不足的问题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刚才在谈到内在主义的时候 已经提及到 对吧 那外在主义终究来说是把一个东西 放在行动主体的外面 那么就像我说的 从内在主义去回应外在主义的 这样一个挑战来说 对吧 你这个东西给出了一个事实 看起来有一个原因 有一个结果 但是就一个行动转眼 行动是主体的 是第一人称的 那对不对 如果我自己不想 我自己不愿意 你这个东西就没办法构成我的行动的力 所以外在主义者面临最大的难题 就是说明性不足的问题 OK 那么 与之相匹配的 相对立的 对吧 内在主义 它也面临 它的难题 那么 也就是想外在主义反过来说 对吧 当你自己说 从你的角度 你想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就为自己提供一个理由 那我们就要问 如果在客观的世界里面 没有一个这样的事实来支撑 你就比如说 我说 比如说我现在 我就想吃冰淇淋 但我现在坐在办公室 然后也没有冰淇淋 那怎么可能呢 然后 外在的世界 没有一个那样的事实 足以能够满足你的想要 这样的观念 对吧 你说你想要 这不是类似于 对吧 我说我想成为上帝 我说我想成为神 对吧 这样的东西 对吧 变成一种规范 变成一种 对吧 有意义的规范 这是如何可能的 换句话来说 我们人生活在经验的世界里面 那么你必须的依赖于 我们所在的经验的世界 去发问题 所以 如果内在主义 如果我们对于规范性来源的探讨 像我们内在主义说的 仅仅强调来自于 你个人的主观的欲求和倾向的话 那么还没有提供一个正大的理由 因为你这个纯粹是你自己的想 没有得到经验世界的证实 也有可能还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赞可和认可等等 对吧 所以内在主义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它面临着我们称之为的正当理由的问题 OK 那么既然只有三派 是不是说意志主义 那就完美无缺 没有问题 其实也不是 意志主义也依然面临它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倒退的问题 那在某个意义上 其实和内在主义者有点相似 为什么 其实说无论是内在主义还是意志主义 毕竟它是把道的规范性放到了人自己身上 对不对 那么放在人自己身上 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 不论是像内在主义说的是一个被动的欲求 还是说像意志主义想强调的 我是基于我的积极的主动的意愿和自由意志 终究来说 你个人的东西 怎么就变成了大家都普遍应该遵循的东西呢 这个说不过去 你要给我个理由 所以如果你不能让我幸福的话 那么你这个东西就还没有到头 OK 如果意志主义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么在我这篇文章 或者在我这个报告里面 我依然要去发展 或者是说 主张一种意志主义 那我就必须的去回应 外在主义 真面对的难题可不可以解决 对吧 如果我不能够在两个大的方向上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回答 那么我要去捍卫一种意志主义的观点 说有一种规范性源于自由的意志 就是不可能的 OK 那虽然会碰到这种问题 但是我依然在这里想捍卫一种意志主义 那么从正面的角度来说 是因为 接受 还是我刚才说的 接受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这样一个 人作为自由行为主体的观念 我认为 在现代这个意义上 首先接受一个人是一个自我意识的人 是一个自由的 这个 是我们把人自己立起来 最关键 最核心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如果因为要为了他 而要需要牺牲一些其他的价值 可能我也愿意接受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强大的 对于通过人的自由意识和自我意识 可以呈现出人这样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至少我从历程上 我愿意捍卫一致主义 OK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我要捍卫这样的一种意志主义 那么我现在必须回到学理上来 对不对 不能仅仅出于情感 我就要去回应 外在主义 内在主义 对吧 可能像意志主义提出的问题 当然更要对吧 面临意志主义 现在已经面临的这个倒退的难题 好 那么 现在我们来看 我如何去捍卫一种意志主义 那么在今天这里 我主要然后接受或者说吸收了两个 应该是三个人的 三个人的思想 一个是Cosca的 翻译为Cosca这里 也有人翻译 郭斯加的 或是郭斯加等等 这是翻译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人就是Ruth Trump 张美露 还有那就是康德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三个人 以及我为什么从第一步到了第三步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步 为什么我第一步首先要谈Cosca 那是因为 首先在现代这一个行动理由 或者是说规范性探讨里面 确实来讲规范性的这个问题 是因为Cosca在那个 泰拉讲座上 然后做了到的 做了规范性的来源 这样一个报告之后 然后引起的强烈的反响 因此在这个现代意义上 去探讨到的规范性问题 可以说Cosca 鞠躬至尾 当然这是一个主观上的考虑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从他的学理上的考虑来说 Cosca的 他对于这样一个意志主义的主张 是基于我们对于 道德规范性问题的 本质上的 问题的一个 回应去进行的思考 所以我认为 从他开始是合适的 那么Cosca的 首先在他讲座里面说 规范性问题 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来自于 我们所说的道德怀疑论 那这个道德怀疑论 表现为 两种方式 第一 就是 他说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中 可能会存在冲突性的道德现象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 大家可能 阿淑能详的 在这样一个电车难题里面 对不对 不论是我是站在桥上的一个胖子 还是说我就是火车 已经刹车失灵的那个司机 那么当我要去采取一个行动的时候 不论是我是去压纳一个人 还是去压纳五个人 或者说我去推一个人 对吧 我终究来说都会面临着 行动的正确的解释 是否足够能确证 我去做出那个行为 可能包含的牺牲 对吧 如果我是那个司机 对吧 我无论是选择压一个 还是压五个 对不对 终究来说 要么死一个 要么死五个 这都是吸收 要么对吧 我是那个站在桥上的人 推了一个胖子 对吧 也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 我并没有去陷入到 对于功利主义 或者说后果主义 和义务论的一个谈 我想通过这个例子 想表明 很多时候我们是 如果想按照 某一套道德标准 说有一个行动正确 对吧 有个正确的行动 那么我们确实会面临着 包含可能的牺牲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问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 真的是你应该 在所有的场合 都应该坚持的吗 那么至少 我们可以说 没有任何一个理论 在现在这个意义上说 是所有人都能够介绍的 所以不论是 后果主义的最大化的原则 还是说像康德义务论说的 对吧 普遍反正都不成 都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道德怀疑论 对吧 在这个意义上 它依然是我们要去面临的难题 OK 那么 基于这样的难题 Cosca的他就说 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可能要去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这个很有意思 它一上来就是说 我们要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不是纯粹的 从一个理论上说 是给出 对吧 最高的道德原则 还是说 对吧 抽象的给出一条原理 而是说 既然这个问题 是回到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 行动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回到 日常的实践里面去看 我们到底 在何种意义上 可能为自己给出 称之为行动正确的 这样的规范 当然能不能够解决 我们说的电车蓝体 这样的困境 我们暂且不论 但是回到这里 Cosca的首先 想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只有 首先回到实践的意义上 我们才能够看到 为什么会有 无论是义无论式的 或者是后果主义式的 那样的道德规范 加诸我们 所以 它回到实践的角度 首先想表明 就是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道德规范性 来到我们身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某个意义上来说 选择后果主义 或者是选择义务论 是一个二阶的问题 那更根本的 更一阶的问题是 对吧 我们怎么会 想着 按照一个道德的标准 去做 然后才是 对吧 这个道德标准 是什么 那 当 Cosca的想从实践的 就去给出所谓的道德规范 给我们 提出可能的道德标准的时候 那怀疑论者会继续说 你这个东西真的可以 对吧 表明有道德这样的东西 加在我们身上 所以说白了 大家可以看到 道德怀疑在这里 首先不是怀疑说 你是不是有原则 然后但是他们可能是 彼此相互冲突 没办法 对吧 在任何时候都一以贯指 他想说的是 在根本上 可能就没有道德规范的 这样的东西来 施加于我们作为行动者 自身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条件 正是因为在这个意义上 说白了就是 道德怀疑论 换说我们说 很强的怀疑论是 怀疑人有道德的问题 那这个我想 比如说是 你在具体的情境中 选择哪一个道德原则来说 面临的难题 会更根本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回应道德规范性 那么Coscar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须的是 从第一人称的角度 来回应道德怀疑论者的 这种对于道德的质疑 所以Coscar说 对于规范性问题回答 那么我们从行动者 必须实际的做道德要求 自己所做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为什么会有道德 所以正是在这个角度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Coscar的对于道德怀疑论的 这样一个回应 他就首先把它放置在了一个第一人称的意义上 来去进行一个回应 那么如果问题变成了这样子的话 对吧 我们就会问 规范性问题变成了一个 好像一个与生俱来的实际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在实际的生活中 到底有什么样的义务 或者说有什么的理由 为自己的行动去做出辩护 因为义务在这里 是规范性另外一个很强的代名词 所以Coscar的认为 这样一个问题 可以从义务的角度去进行分析 当然这个有点和康德很接近 康德在道德行而上学的奠基里面 就说对吧 善良意识的概念 然后我们通过普通的理性就可以认识到 但是我们要想继续往前述 然后上升到哲学思考 可能我们还需要接触义务的概念 所以义务这个概念 在现代的道德哲学里面 也是很流行的一个概念 因此他在这里就选择义务概念 去回应这个规范性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当然并不必然说非得要强调义务 但是他在这里选择 所以在这里 我目前只是跟着Coscar的往前行 看他如何去做 好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问题已经从前面怀映了 这个使得一个行动正确的解释 对吧 是否包含 是否能够足够的包含 他也所需要的牺牲 转变成了 对吧 我到底从与生俱来的实践性的意义上来说 到底有什么义务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要想去回应 我到底有什么义务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回到 我作为一个实践行动者的这个角度 所以在这里 刚开始如果说对于道德怀疑论 他是说我们必须回到人身上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是 我们回到第一人身上 又具体如何去做呢 所以Coscar的提出的方案是 基于我们对于道德义务的确证 我们必须基于第一人身上 去进行一个反思的确证 这就是我们说的反思性的认可 那为什么会这样 按照Coscar的说法 因为反思能力 使我们表现为具有自我意识和具有自由 自我意识和具有自由 按照一种康德式的观点 你才可以说 我来自于自己为自己的立法 我遵守的规范是自己的 而不是强迫的 因为我们不认为 作为一个道德的人 接受的一种强制性的约束 是我们的道德规范性 当然你在某个其他的意义上 可以叫做规范性 但是在我们这里谈到的是 偏人的道德规范性的时候 他一定强调是不受压迫的 当然你要说 来自于我自己好像有压迫的话 当然也没法可说 可问题是 如果在这个选择里面 我们唯一好像的就是 我自己遵守 我自己对自己的约束 大概还是能够说的过去 对吧 所以按照Coscar的说法 说白了 在现代的意义上 我们既然接受人是有自我意识 和有自由意志的个体 那么我们唯一能够接受的规范 就只能是来自于 我自己对自己加注的规范 所以Coscar的说 我们自由的意识 和我们具有自由意志的心灵 他去反思的时候 就会意识到 我们会为自己加注一个理由 这是反思达到的结果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他会认为 这是基于我们如果接受了 人是自由的 这样一个前提出发 会必然得到的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所以在某个意识上来说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信念 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 对这个信念提出挑战 但目前我认为我可以接受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接受我们作为自由意识 对吧 作为理性的人 作为人之为人 有的这种特殊的能力 好 那么 即使接受了的话 那我们要问 OK 我接受了你的反思性的东西 那么你现在告诉我 你反思性的东西 怎么就给你 对吧 规范性了 所以追问的问题就变成了 反思的能力 如何让我们具有这种规范性 那么回答就是 对吧 我们通过自由意志 给出绝对面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浓浓的Kandu的气息 对不对 Kandu已经在 纯粹型 到的型号上的电竞里面 告诉我们为什么对吧 基于善良的意志 然后去探索义务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对吧 一个所谓的基于自由的实践理性 然后给出一个道德的绝对命令 好 那么因为大家对Kandu比较熟了 而且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不去细讲这个东西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通过绝对命令 给出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的规范性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探讨 你这个东西按照我们从Kandu以来 被黑格尔 被舒本华等等 已经批判了 那是一个空洞形式的东西 对吧 你并没有真正的 在实践中告诉我们 具有自由意志的人 怎么去给出自己的具体的行动理由 说吧 就是绝对面临并没有解决自由意志 在什么范围有效的问题 对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 Koska的那他说 我基于Kandu的异常 那我和他有点差别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在于在Kandu那里 他直接然后就是从我们每个人 然后基于自己做一个理性的人 然后有一个自然的目的论 就会从理性去通过意志 给出对于自由意志的绝对命令 对吧 由此给出道德法子 那么Koska的说 你这个东西确实来说 别人批判你了 对吧 事情是空洞的 那我说 没关系啊 我们现在还要往前走一步 我们要提出基于实践的 实践同一性 因为实践的同一性 就把我们人不是放在空洞的形式的意义上 而是放在具体的实践和经验的环境里面 去提供具体的规范性的内容 所以 这里很有意思 那么如果大家看了Koska的书 就会知道 对吧 他说他与Kandu的差别 就在于Kandu那里 他认为没有区分绝对命令和道德法则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他说我们要区分 绝对命令是一个检测的程序 它并不是道德法则本身 那道德法则本身是什么 道德法则是要加入了人性 这样一个内容之后 所给出的人性公式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所以他会认为 这两者是不同的 当然如果我们说 你是一个康德主义者 你会说这个可能 是不是贝里的康德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再论 也就是说在康德的研究里面 绝对命令和我们所说的道德法则 到底是同一的东西 还是不是 这个依然存在争论 但是确实来讲 至少从罗尔斯一将 以及罗尔斯这一派系的学生 大部分会主张说 可能绝对命令更多的是一个程序 而道德法则是一定要加含了 人性的内容进去之后的 这样一个人性公式 或者是目的亡国公式才有可能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当它这么来区分的时候 事实上 Cosca的就是想告诉我们 只有加入了人性公式内容的东西之后 道德法则才称之为道德法则 那这个道德法则 它会告诉我们 对吧 时间同一性就自然会基于我们的人性 然后会落实到经验的世界里面 比如说对吧 我现在是一个研究这样一个规范性问题的人 然后那我在这里我做一个研究工作 这就是我的一个偶然的身份 那我同时也是我母亲父亲的孩子 这也是我的一个身份 我可能是学生的老师 我可能是朋友的朋友 对吧 我在社会中总之来说 都会有一个实践的偶然性的身份 这个就是他所说的实践的统一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来到实践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会基于我们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 然后在某一个偶然的环境里面 去塑造自己的一个角色特征 这样的话 这个角色特征就为我们的自由意志提供了内容 那大家可以看到问题立马就出来 对吧 我可以是一个老师 我也可以是一个朋友 我也可以是一个学生 我也可以是个儿子 也可以是一个父亲 但当我这些角色身份 在某一个时间和空间点 对吧 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对吧 这就回到我们 可能大家会熟悉一点 比如说萨特所说的 对吧 在二战时期的波兰人 和一个年轻的 这样一个小伙子 他面临着在家里 为他唯一的老母亲养老善终的问题 还是说奔赴战场 然后去保卫自己国家 按我们中国国家 对吧 当我们再要去进入沙场 和你要在家里 然后守护老母亲的时候 忠孝两难全 对吧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是 都是好的东西 都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都是我们的实践同意心 然后我们觉得应该自己去捍卫的 自由的意志 体现出来的人的价值 可是他们之间确实会冲突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稍微熟悉一点 哲学史就会知道 对吧 在古希腊的悲剧里面 这样的东西太多了 对吧 比如说奥迪普斯 比如说 当然后面 这个中心界像 这个文艺复兴的 启蒙的那个 法博雷特 对吧 还有这个 其他等等一系列的 这个悲剧的冲突 我们都可以看到 你可以说 这个就是实践同一性 彼此之间的一个冲突 对吧 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种善与善主 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那 Cosca的 他说 正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如何要会从 个体的同一性跨出来 会走到一个 普遍的人之为人的 道德同一性的问题 那 刚才我们在谈到 这样一个实践同一性 提供具体内容的时候 他是告诉我们 我们虽然是自由意志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做一个自由意志 是 落实在某一个具体的 偶然的身份中去的 那现在 既然具体的偶然的身份 彼此之间发生了冲突 所以 他就又会往前诉 抽象到说 那么终究来讲 不论你是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 对吧 军人还是什么 你终究首先是个人 对吧 你作为一个人之为人 是你去构建你的 构种所谓的身份角色的前提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你 首先要把你自己 当作是一个人 这样去看待 那这样的话 当我们发生了 各种角色冲突 偶然的实践同一性 之间的冲突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回到 你是不是能够从普遍的意义上 仅仅 对吧 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理性的 普遍的 而不是说基于个体欲望的 这样一个单纯的 这样一个动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最后面推到的是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 为什么是人性公式 给出了这一个 所谓的道德原则 就是因为 不论是在Condell的意思 还是在Costco的意思 他会认为 那么人之为人 就在于人性本身 对吧 他有他独特的价值 当然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里的人性到底是什么的 这个 其实我们稍后会回到这里 那我们先留到这里 OK 到此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Costco的 他从道德怀疑论的 这样一个回应开始 给出了 我们通过人性 给予人自己的价值 那么我们就能够为 人之为人 做出自己的理由规范 所以他似乎为我们提供的 人为什么会基于自由的意志 给出对于自己的行动的规范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遗留的问题就是 你通过人性给予的价值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性呢 基于欲望的 基于理性的 还是基于理性和欲望一起的 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说 就是说 对吧 你依然还要面临我进一步的 逼问的问题 那这就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那么当然我觉得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关系的道德是 即使我接受你说的 从你的角度 我们要基于人性 然后去做一个行为 那我并没有办法证明 即使同样和我具有自由意志的人 也会如此这般 按照我给出的 这条普遍的道德法则 去做事情呢 是 我们从一个客观的立场上 去想说 一个人对吧 你只要用理性思考 你会觉得另外一个人 也这样做才对 对 这是抗德主义点心的套路 不论是像 抗德本人还是 罗斯还是扣斯卡的 甚至包括我们说 Scanon对吧 都是这样 但问题确实来说 从一人性的角度来说 你之为你 对于别人来说 就变成了一种外来的东西 就变成了一种束缚 那么如何从你 自己所说的这个 看起来叫做道德普遍的原则 变成确实对于所谓都 应该必然如此的道德原则 这个存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跨越 我们称之为主体坚信的问题 当然这个概念并不是来自我的 来自于比如说像现象学里面很明确的 比如说从胡塞尔的到后面 但我这个概念是来自一个叫 史密斯的人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Phenomenal of Modernity 道德规范性的现象学 这么一个书 他用到这个概念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确实来说 他面临着这样的道德的问题 和主体坚信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接下来我会谈到张美露呢 就是因为我认为张美露 他至少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但是我不认为他解决了第二个问题 但是我也不认为目前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的理论 解决了第二个问题 当然大家马上就会说 怎么可能呢 我们说第二人出观点呢 我们说对吧 然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都可以啊 但问题在于 为什么我没有去借用他们的理论 至少在这篇文章里面没有 是因为我在这里是基于自由意志往前行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是第一人称的 那我不确定啊 在主体阶线的那个第二人称的观点 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 也许有可能 也许不确定 但目前我没有采用 如果大家等一下稍后讨论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展开 那现在先按照我这个思路 把我这个从第一人称往前走 基于自由意志 谈到的规范性 先梳理完 好 那么面对到的问题 倒退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张梅露 他提出了一种叫做 混合意志主义的观点 不好意思 还有点感冒 那这个观点啊 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他会认为 规范性或者是给予我们的 比如说通过我们说的 规范性知识 对吧 就是外在主义者所说的 或者是通过意志 创造意志主义的理由 给予规范性 这个是张梅露自己比较独特的地方 当然还有个独特的地方 就是他把这二者和而为一放在一块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样一种混合意志主义 到底在何者意义上 给出了有关自由意志的规范性呢 那么当张梅露认为规范性或者是给予我们 或者是通过意志创造意志主义的理由 给予我们规范性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他已经接受了两者 第一 其实他会接受了规范性的事实 对吧 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来源 第二 他会认为我们通过积极的意愿活动 可以创造一个意志主义的理由 基于规范性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张梅露为什么走一种混合意志主义的路线 就是因为他会认为 在意志主义这里 其实会存在一些条件的限制 首先对吧 我们对于理由 他有一个非邪而善的这样一个限制 就是说他并不是想去寻找一种邪而善的 这样一种观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现代这个时代 我们并不试图去谈谈行而善的东西 所以张梅露很实际的 或者说很现代的 很科学的意义上接受 对吧 我们确实处在一个经验的世界 那么经验的世界有很多的事实 那这些事实对于我们来说 就构成了一个对吧 理由的限制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他很明白的接受说 如果我们非得说有一个什么行而善 有一个什么实在的东西 能够给予我们理由 它就是来自于规范性的事实 但为什么Cosca的并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外在主义者 而会成为一个意志主义者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没办法把我们的自由意志 仅仅通过一种对吧 客观的规范性事实给带出来 那正如我的观点一样 对吧 我们的自由 恰恰是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我觉得有很大的共识 或者说我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 这个张门路就会说 那这个东西不足不够 因此它就区分了 对吧 我们除了有在规范性的事实的条件之下 然后去做出规范性的行为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自由意志的行为者 不是单纯的去在规范性的事实 给定的条件之下去做出各种选择 这个其实都是被动的 更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在没有了这些材料之后 主动的积极的去创造一个意志主义的理由 当然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划定这样一个阶线 对吧 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去创造一个理由 一个意志主义的理由 那什么时候我们又说 我们是在被给定的规范性的事实之间 去进行挑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条件限制 就是张美洛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在第一阶段 我们都是作为一个用理性去 对被给予的规范性事实 作为我们的行动理由 去进行挑选的人 只有当出现如下这种情况 就是说当给定的理由已经耗尽了 但我们依然没有能够做出选择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利用我们自己的意志 自由意志去创造一个意志主义的理由 从而给出自己的新的理由 规范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张美洛到底具体如何做的 那解化了 就两个步骤 第一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张美洛接受说 我们确实是受到了经验事件 规范性的事实的限制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做出的行为都是在做挑选 那么在以下两种情况之下 理由耗尽了 他会达到一种 或者叫做平衡的状态 或者叫做不确定的定价的状态 什么叫做平衡状态 就比如说我们说在 刚才我们说的 萨特的那个例子里面 对不对 那这个年轻的波兰人 对吧 他左思右想 发现 不论是去参军 对吧 为国效力 还是说在家里 侍奉老国亲 他都没办法 然后让自己 对吧 在哪一个理由之间 走得更多一点 就是他们二者之间 达至了一个 对吧 那是天平两端平衡的状态 当然 为什么会达到这个平衡状态 原因可能就是我们说的 第二个 不确定的定价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没办法 在很多情况之下 把一个东西量化成 对吧 可以比较的多与少的问题 比如说 对吧 你是说我为国参军 然后付价比如100 然后或者是说 为我在家里 侍奉老母亲付价90 对 他没办法做这样一个 价位的这样一个桥定 所以这样的话 说白了 就是这是完全不同质的东西 就类似于对吧 你既会喜欢 然后漂亮的女朋友 但是你又喜欢性格好的女朋友 那有一个女朋友 她只是漂亮 有个女朋友 她只是性格好 但是她丑 你说怎么办呢 那如果在你看 这两种都是你 情头号 你没办法割舍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他就没办法定价 那借人没办法定价 可能在这个时候 他作为两种不同的东西 对你来说 就构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 就是一种平衡的状态 当然如果大家有人看过 张门路的视频 他就会说 其实他说我们如何选择 有一个视频 如果大家到网上去搜 的话可以看到 还有很多的文章 他也在讲这个事情 那这个就是他所说的 我们在现场中 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他在一篇文章里面 就很明确的 用了一个看起来 比较好理解一点 但是我觉得 并不那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都知道 中世纪有一个叫做 布里坦之驴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头驴子 对吧 在他前方等距离的地方 然后有两堆同样大小 龟王颜色等等的稻草 然后这头驴子很饿了 很饿了 然后呢 那他还面临去吃左边的草 还是吃右边草的问题 当然我们说 驴子可能不会去想 对吧 也许他随机的 就随便走到了左边 或者右边 但是张门路用这个例子 想告诉我们 你作为一个理性的人 那么对你来说 你当然也可以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也像他自己的驴子 换句话说我就不想 对吧 我随便走到左边或右边 反正我饿了 我随便选不就完了吗 是 但是既然我们说 你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给自己的行动 给出一个理由的说明 那现在我们说的 按照张门路这种情况说的就是 给定的理由已经耗尽了 对吧 距离颜色和大小 对吧 色泽等等都一样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说你依然是理性的 去做出了一个选择 而不是非理性的 或者是动物式的 那我们就得问 如果你选择了左边或者右边 请问你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步骤 咱们就说 正是在这种 给定理由耗尽的情况 对吧 或者达到平衡 或者我们不确定的定价的情况之下 我们依然要理性的去做出选择 那么自由的意志就开启了创造意志主义的理由 为我们的行为去给出保证的这么一个说明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之前你所有的那些考虑 其实可以再次的进入我们所说的创造意志主义的理由的阶段 但大家要注意 这里一个很重要的点在哪里 就是在第一阶段考虑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客观的规范性的这个面向 但是如果当第二个面向来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再是第一个面向来自于客观性 而是来自于我作为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 把某一个东西重新通过我的自由意志 赋予了新的价值 当然大家可以质疑说 那按你这个逻辑的话 我们返回去说 在第一阶段难道它就不可以这样吗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第一阶段很重要的是 它是来自于客观的规范性的事实 从客观的规范性的事实这一面向 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创造的不一样的理由 所以再次强调 对吧 创造意志主义的理由 这个理由是不同于给定理由的 给定的理由是来自于客观世界的规范性的事实 而自由意志主 创造的意志主义的理由 它是来自于我作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的加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创造意志主义的理由 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你主动的意愿一个东西 一个考虑成为你的意志主义的理由 这恰恰表明你作为一个自由的行动者 所具有的独特性 当然在这里我再要说明一点 就是我们说的 为什么非得强调 你是要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 因为按照张梅露的说法 如果你在后面那个阶段 我说我已经重建完了这样一个规范性的事实 那我没法理由我随便做 那张梅露会认为那你后面的随便 就是非理性的行为 所以他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因为今天你说的 哎呀哎呀我这个人就是有对吧 有所谓的选择困难综合症 我就随便吧 所以你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就如果当一个人很这么随意的告诉你 你确实会发现 我们没办法 他真的是对吧 没办法表明我们自己 他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独特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创造意志主义的理由 最关键的就是想凸显 人之为人 他所具有的这样一种 独特的自由的价值 那在这个意义上 张梅露说 其实我们通过意志主义的理由 其实创造的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理性的人 作为一个自由意志的人 去给出自己的理性同一性的过程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确实强调到了 自由意志作为我们独特的价值的面向 但是我们的疑惑是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一下然后是作为一个被动的选择者 然后在给定的理由之间去思考 一下又说是你在 对吧 作为一个自由意志的个体 然后去作为一个道德的人 那你怎么可能同时是两者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如果你从行动哲学的角度 就会去思考 一个行动 对吧 你怎么同时既考虑了给定的 规范性的实施 又强调了你作为一种自由意志的主体 去创造 对吧 那么张美露的一个回应是什么 张美露是说 我说在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里面 张美露告诉我们 理性同一性其实是 不断的让我们人在实践的过程中 去确证人 在理性的意义上 去做事情的能力和方法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张美露来说 对吧 你的理性同一性是由你客观拥有的 能合理的确定 你应该做什么的理由过程 是你的能等性的理性的运用 所以理性同一性的我 总是在指引我们运用能等性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的差别就在于 张美露会认为 这个理性同一性 更多的是强调的是 一种理性能力的运用 那么不论是在挑选阶段 还是在创造阶段 它更多强调的是 理性的这样一种能等性 发挥的过程 这个发挥的过程 即使我们对吧 让自己越来越具有理想的 这样一个标准 但同时它也就是直接的过程 其实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个意义上 和科斯卡德的这样一个构成主义 是很接近的 但在这里 我并没有再进一步的去谈 科斯卡德的构成主义 因为如果有同学 或者是有听众 然后看过科斯卡德 就会知道 他在规范性的来源之后 然后写了两本 写了很多的文章 然后后面在07-08年 然后集成了两本书 就是关于自我构成 然后如何去实现能等性 成就然后所谓的 建构主义的这么一个路子 但为什么没有谈就是因为后面那个东西 其实更多的是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去谈 但在这里我们想到的是基于自由意志 往前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张美璐是直接就把这一种理性能动性 当作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 这种能力往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所以张美璐会认为 这个科斯卡德 然后谈论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道德统一性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是一种我们现在人无法接受的 这个心而上的预设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就是张美璐他会拒织一个 心而上的对于 对吧 我的这样一个认定 他只想强调 我们是接受一个自然发生学义上的人的理性能力 那么我们可以往理想的方向越来越好多去应用它 仅此而已 OK 那么张美璐有没有一个问题呢 那么 首先 我刚才已经很明确说了 对吧 他并没有去处理主体坚信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他并没有告诉我们 规范性的事实在何种意义上 构成了对我们的规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他自然的接受了外在主义者所说的 对吧 那你这个 我就直接在第一阶段就是在挑选 那他并没有告诉我们 在这个阶段里面 这个自由意志到底是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那个规范性是怎么就成为了我们的规范性的事实吗 对吧 其实这个我觉得张美洛是没有说的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会认为 那我们接受外在主义的观点就好了 那外在主义说的是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简单来说就是 他会认为 我们其实接受的事实就是 人在世界中 那我们就要去看 人如何和世界去互动 那就是我们去解释 我们所说的 对吧 外在的一个东西 一个对象 和 所以更多的是一种解释的功能 那在这个意义上 所以我会认为 他并没有像Costco的那样 从第一人知道 从我的角度去解释 为什么外在的规范性成为了我的行动的动机 所以我会认为在这个意义上 因为张美洛并没有明确的表明这一点 那就看不出他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可能会接受 因为他说在这个意义上 他是接受外在主义的规范性事实的话 似乎只能是这种解释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面临那个难题 好 那么现在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对于这个评论 那从这样一个Costco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Costco的为什么 他后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就是因为人们 很多研究者会认为 他其实提出了不同的规范性的问题 一个是什么东西确证了道德 施加给我们的要求 另外一个是存在着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我们分别把它叫做N1和N2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Costco基于自由意志 其实回应了N2 就是存在着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对吧 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很成功的回应 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 普遍的道德规范性 对吧 确证我们对吧 有一个道德的义务等等这样的东西 什么意思 就是类似于说 Costco的他回应了从第一人称 我自己有什么样的道德的权威 然后为自己的行为给出 对吧 我们所说的道德的理由 这一个行动的理由 但是我们很难说 是不是基于这样的自由意志 给出的那个普遍原则 是不是对所有的自由意志的灵魂 所有意志的人啊 不要离婚 对吧 都具有普遍同样的效力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为什么存在一个主体坚信 跨越的问题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反思的心灵似乎在实践的观点 也就是说承认欲求 和反思 圣思的意义上 存在着一个解释的困境 对吧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在实践的意义上 到底是去想把人放置在 和其他人共同构建 一个到了生活的 对吧 普遍的角度 还是说 从我作为一个 有自由意志的个体的角度 去为自己去寻找一个 行动的理由的角度 这是 对吧 他面临问题 那第二个就我们前面已经谈了 他最终回到了人性的角度 说有一个道德的统一性 然后好确定我们 有一个普遍的道德规范性 那么 且不是我们说的 存在这种 从个体跨越到 所有的同样的个体之间的 这样一种主体坚信问题 还有 最后的问题就是 他这个人性 到底是包含动物性的整体人性 还是仅仅只是人性中 反思的那个人性 当然如果我们说 问得更low一点的话 其实难道人性 仅仅包含动物性的面 但我们说这个可以排除 对吧 那么至少会存在这两种 到底是单纯的 理性的反思的这一面向 还是理性的反思的面向 和我们也有欲求的 这样一个面向的 合体的整体人性 那么第三点 我们谈到 就是从个体人性 到普遍人性的跨越 那这个是对 Cost Guard的一个 总体评讲 那对张门路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在承认规范性性的 基础上 对吧 他强调我们通过自由意志 采取了两类行为 一类是基于自由意志 对来自规范性事实的 给定理由的顺思 另一类是在 第一类有耗尽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无法 做出选择 是通过自由意志 创造意志主义的理由 进行挑选的行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张门路 他给出的 也是从自由意志 创造了一个意志主义 为自己给出一个行动理由的说明 但这点是特别的凸显了人 对吧 具有来自于自由意志的 行动理由 规范性 但这种我刚才所说的 其实他并没有给 我们如何去处理 规范性事实 来表示他作为一个 意志主义者的 这样一种思考 当然我给出的一个思考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作为有理性的人 然后有能力在不同的规范性的要素之间去进行挑选 这个过程也凸显了我们人的理性的能力 当然他没有说 这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在他后面不是强调理性同一性 是强调理性的训练 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把我们认为他在第一阶段对于给定理由的思考 这个过程这个理性生死的过程当作是他理性能力的训练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里的进一步的问题就是 张美露在他的这样一个思想里面 似乎认为我们通过自由意志创造意志主义的理由 就能够凸显人的自由 凸显我们人的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构建属于自己的好生活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提出的一个挑战 一个质疑 但我不确定是否构成他 有人说我这个不构成 那大家可以等一下商讨 那就是吉姆与佩德罗的案例 有些人应该知道 这个就是在威廉姆斯的这个书里面谈到的 那就是说对吧 然后他是来自于西方世界的一个新闻媒体的记者 然后他去到了南美洲的一个部落 然后发生了一个冲突 南美洲正搞一个政治事件 那个政府军和一些反对者正在发生一个对抗 然后政府军然后把那些反对者都抓起来 然后抓了有20个人 然后正要执行枪决 要把这些人都杀死 然后要执行这样一个行的人 就是叫做佩德罗 然后后面吉姆我恰好碰巧来到这里 然后政府军的手里说 你是贵客 那我们给你一个礼遇 我们有这样的习惯 对吧 你可以选择在20个人中随便挑出一个来 对不对 那么把他杀死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放了19 那或者那你没办法 你对吧 那我你就打一个看看 然后我还是要执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讲一下 对于吉姆来说 这个时候他处在了这样一种困境里面 处在我们说的对吧 在给定理由耗尽的情况 他到底是应该去主动的选择杀死一个人呢 还是说当一个旁观者呢 那我们说假如说如果他犹豫不决 他没办法在两者之间给出一个很好的说明的时候 我们可以认为他给定理由耗尽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他是不是可以创造一个意志主义的理由 对吧 要么去杀死一个人 要么去对吧 就当一个冷漠的旁观来看看 对吧 其实就那时候我们说 在火车电程难题里面 对吧 那个司机或者是说桥上的那个人 对吧 你处在这种两难的困境里面 你该如何选择 那么我的质疑是说 在一个悲剧性的困境里面 不论你选择了什么 其实我们都很难说 你就 对吧 因为你创造了一个意志主义的理由 所以凸显了你的自由 所以创造了你的好生活 因为这个我更接受美德主义的看法 就美德伦理的看法 说可能有些困境 你没办法解决 那么可能他可能就会带于道德的胜于我 就比如说可能你只有悔恩 对吧 只有忏悔 或者是怎么样的东西 意思说我们很难讲 就是说 你单一的会认为通过意志主义理由的创造 你就能够对吧 凸显人的自由 从而说 哎呀我们就有足够的尊严 然后从而我们就能够凸显美好的生活 但我认为这构成的一个想象 但我不确定大家怎么看 所以基于我的观点 我想说 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 其实你会看到他总是有他的边界 就是你必须的回到我们所面临的生活和世界 那么这就意味着说 我们对于自由和能等性的使用 其实是存在边界的 那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于Cosca和张梅露来说 他们目前给我们提出的基于自由意志的规范性 其实并没有为我们对于普遍的道德的义务提供一个解释 张梅露是很明确 说白了就没有设计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说他是刻意回避过来说没处理 但Cosca他是想做 但我认为他是没有成功 对吧 那这一点在我看上我刚才已经说了 对吧 可能表明我们自由意志的行为 或者是生活 可能放到世界生活里面 他确实是存在一个边界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为基于自由意志 然后往前走 为道德的规范性 普遍规范性给出 对吧 更合理一点的说明 在我看来可能 其实 那么我们能做的依然只能是回答康德 回答康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